大炮AK跟我PK爆破团队投凶罪 哈喽大家好 我是沙特哥 今天咱们就来回味一下 儿时的记忆 十年前的老兵用的武器都是什么呢 其实只有两种 一种就是AK4机 一种就是M4A1 今天咱们就来使用一下M4A1和这个初始英雄 沃夫特 不是说错了 斯沃特 来吧小伙伴们 咱们来打一把这个排位团队赛 可能打匹配的话会稍微简单一些 但是玩就要玩有挑战性了 大家说对不对 来吧 直接看看 看吧 如何轻轻松松简简单单直接就把对面干蒙圈 OK 还是我们非常擅长的运输船 说实话 当这个运输船选中之后 对面的人其实已经废了 大家知道吧 因为他们实在是难以于我们抗衡 太猛了 简直就是 哎呦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个枪 这个枪看起来真的好回味 大家发现没有 真的好有感觉 想到了上学的时候 连这个都要花钱买 初始上来送你一点金币 用那个金币来买 哇 还真的CF吗 打不打的根本就不要血 就 哈哈哈哈 现在这个CF啊 充满了神器 你看 对吧 神器到处都是 我的天 94 如果用的是一个好武器的话 像刚刚那样子 早就把他搞死了 就已经 哈哈哈哈 对面的人都在这边 OK我们知道了 知道在哪里之后 就可以穿他了 就可以穿他了 最经典的武器 对吧 最经典最经典 最好玩 哎呀我醉了 不要这样子大哥 对不对 你多少给点面子 AK的话还好说一点 这个玩M4啊 真的不擅长 大家知道吧 因为我不太喜欢玩这个M4 玩AK的话 还是可以接收 但是玩这个M4 那他们就得死 对 老公 你太厉害了 就是这样 哦 吹着他就冲了过去 天哪 太爽了 老公 五个人头了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很对的感觉 这哥们拿了三杀 哎呀 炸死了 天哪 刀锋 好过分啊 玩的这个 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当时这种感觉 特别的菜的感觉 对吧 其实现在啊 全是靠武器撑起来的 靠装备 对吧 原来的时候就是M4爆头 特别厉害 是吧 枪特别的稳 玩AK的话 这个后座太大 但是现在呢 神器的后座已经变得很小 所以说 你用这个AK扫 它威力又大 后座又小 用起来就非常好用 哎呀我的天哪 90 还行啊 杀了八个人了 也不是太坑啊 说实话 也不是太坑 玩团 要是玩个匹配的话 肯定就更厉害了 三杀 我去 这就有点屌了 四杀 天哪 再来一个 五杀 哎呀呀呀呀 大炮 天哪 气死我了 五杀 妈呀 M4也能五杀 这就说明了那件事 技术还是最重要的 哎哎 有人有人 我没看到 哎呀我天哪 我没看到 大家知道吧 箱子这边有两个 其实可以拿个双杀 我刚刚没看到 光顾着看前面了 天哪 天哪 你不要这样子 让我出去大哥 给个面子 对不对 还一滴血了 对 这么Q 哎呀屁股把人掏了 屁股让人掏了 MVP 我天哪兄弟们 ACE 我去 哎呀我的天哪 太厉害了 老公 哎呀我的天哪 哎呀对 就是这样 哈哈哈哈 我的天哪 M4A1 最初始的武器 加斯沃特 竟然 还能拿ACE 哈哈哈哈 还拿了一个五杀 好爽 太爽了 这就说明一件事情 技术才是最重要的 请问你懂不懂 哈哈哈哈 拜拜 咱们下回再见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